台積電除了這一個前進日本的投資案確定之外 事實上昨天晚上也傳出來拍板定案 高雄投資案確定這一個確認 那我請教金融大哥 這一次台積電真的面對很複雜的局勢 首先是交資料給美國商務部 然後再來是全世界缺晶片都找他要 然後日本人希望他去設廠 然後德國人希望他設廠 美國人希望他設廠 高雄在地人也在等他設廠 終於等到 我想台積電好像聖誕老公公 每一個人都要禮物 那基本上來看高雄事實上早就傳出來 那這一次是等於 魏哲嘉他確認就是確認這樣 那高雄目前的 其實高雄的問題沒有一直確認 主要是因為要用在煉油廠 整個它的整治污染 那個需要時間 不過我想陳其邁可能很非常用心 把這個schedule往前提 那高雄他目前來看 他是要建一個7奈米廠 那麼7奈米廠目前台積電的月產能是14萬片 14萬片是非常大的 是全球最大的 三星大概只有2萬多片而已的產能 那麼台積電當然是市占預前9D以7奈米來看 那這個2萬片呢 基本上還OK 然後他後面還有一個計畫是要用28奈米 28奈米大概要4萬多片 不過這個部分恐怕將來就是要看市場的情況 那麼我們接下來談日本 其實日本已經傳聞了很久 但是我們業界人士早就知道台積電一定會到日本去 那日本主要是Sony的陰切的要求 那麼Sony是全世界CMOS Image Sensor 這個圖形處理器的這個圖形的數位處理器 那個這個部分呢需要很大的製程 所以呢在同時日本政府答應最少可能會給一半以上 就是50%以上的補助 所以台積電呢就去那麼宣布在雄本 那麼他雄本建的這個廠呢叫做JASM 就是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那為什麼叫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呢 我跟各位報告 日本看起來是非常先進的國家 但是日本在半導體的製造裡面 以邏輯來看 它有這個記憶體 記憶體就是現在的凱霞 就原來的Toshiba 邏輯來看 它主要是等於是我們現在來看的就是那個 RESA RENESIS RENESIS最進步的process是40-45奈米 這個40-45奈米它還像是台積電license technology 所以目前台積電他們要到跟Sony在日本雄本蓋的這個廠呢 是要做28-22奈米 28-22奈米在日本已經算先進製造了 所以這個是有一點講起來是有一點諷刺的 那麼他們要業產能大概4.5萬片 然後也是明年開始興建 預計最晚2024年的年底 就是能夠開始生產 這個是日本的部分 那麼以今年代工我們看它事實上市場是不斷的成長 我們看一下它大概到2025年整個市場的全球大概在1512億左右 那今年大概1072億那麼台積電跟美國交券呢洩漏一個機密也不是機密 它今年的營業額一估是566億美金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麼我們最近呢 這個AMD抄圍最近很厲害 這個是台灣的那個Lisa Suta 非常厲害 那它接到Meta Meta就是原來的Facebook的訂單 那這個訂單主要 因為我們待會要來講 什麼叫做Metaverse 就是元宇宙 不過這元宇宙這個名詞 待會我會稍微講 其實是不恰當的翻譯 那Anyway它接到這個訂單呢 主要是要做伺服器 就是Meta它要伺服器 那因為要支撐這個元宇宙 需要很大的算力 很大的這個運算力呢 這個computing power呢 很多都是要由晶片來 那很多就是在資料中心 那最重要的 這個超微它會用的是台積電的7奈米 6奈米5奈米替它做 那超微最近 它超微現在的最高的是資料中心 伺服器的IC 那我們接下來看 最近很紅的一個叫元宇宙 什麼叫元宇宙呢 元宇宙英文名字叫Metaverse 那主要是它是在1992年有一部科幻小說叫 潰雪 Snow Crash 這個Metaverse呢 其實這個概念很早就有 我們講了 如果常常玩網路遊戲的人 網路遊戲有一個叫做 MMORPG MMO就是等於是大規模的 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也就是說我們大家上線我可以扮演 比如說我今天扮演哪一個英雄 我今天扮演誰 那這種角色扮演 其實角色扮演很早就有 但是我覺得所有的科技就是 當開始有電腦遊戲的時候 因為那個電腦的那個computing power 非常弱 所以你那個角色扮演每一個講話 還不能夠講話 還是要用那個test就是用文字來 那根據這個潰雪這個來的 在19 在2003年 2003年有一個這個網路扮演 叫做second life 第二人生 這個第二人生就是你可以在 這個虛擬的世界裡面 你可以蓋你的房子 進去的叫居民 你可以蓋你的房子 那你可以在那裡做生意 你可以賺錢 你可以做各種部分 其實這個就是 這就是metaverse 那麼我們來看 原宇宙能夠成功 就是說它其實上架構 主要還是看現在整個 半導體的成功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NVIDIA NVIDIA的黃仁勳 黃仁勳在今年的4月 他們發布 就是他們的一個 發布會裡面 哇大家看到 因為黃仁勳的標準 標準的配備就是一個PE 它非常酷 這開始講話 把它的整個那個GPU 放在一個那個板子裡面 而且還放在烤箱烤 哇大家都 結果到8月的時候 還宣布 那個不是它 那個是用 他們的一個平台叫 Omniverse 它一個一個去建模 造成的 包括那個PE都非常像 這個就是等於 那麼我們來講這個Universe呢 這個部分的我們可以講就是說 它就是我們講人類 一剛開始生存的時候 沒有什麼科技 所以人類的接觸都是面對面的科技 等到後來人類有了文字以後 開始有了文學 這個時候人類的整個想像 都是透過腦中的想像 所以這些文學小說作品 其實每一個人在讀這個小說 我覺得很多人都是泥人花 把自己泥成主角 所以你就隨著主角遨游 這個時候是靠你的腦筋 進入一個虛擬世界 那麼自從有電腦遊戲以後 你可以在電腦遊戲裡面 做角色扮演 但是現在的算力非常強 強了以後呢 第一個我們在2015年左右 我們有了VR的眼鏡 和AR的眼鏡 VR就是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 那個是一個誠信式的體驗 進去是360度立體的 那麼2015年到現在呢 我們想一想2015年那個時候的 半導體的製程 大概在16奈米14奈米左右 現在已經進入5奈米 明年就要進入3奈米 算力非常強 所以你可以模擬建模出來的 出來的那個3D的形象 那個Avasta 就是你的那個虛擬人 非常非常像 那麼這個進去 你完全可以沉進裡面 那麼在那個我們的 Universe 就是說Metaverse這裡面呢 將來可以 就是Metaverse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一個開放式的平台 並不是像我們講的很多遊戲 都是由 就是等於由遊戲公司 他們來主導 Metaverse它只是定一個規則 你全部去 那Metaverse建立什麼樣 它第一個它會變成 5G的殺手機應用 就是說5G 大家覺得5G有什麼好用 Metaverse一個很好用 第二個呢它裡面的也有經濟架構 你在裡面可以做生意 可以賺錢 你也可以用它的虛擬貨幣做交易 對所以它建立在Blockchain 區塊鏈裡面的虛擬貨幣 這裡面我們以後有機會 可以再跟各位報告 有非常 那我們簡單講 其實這一個Metaverse 現在才剛開始 所有的科技慢慢的會到位 所以金龍大哥 現在的狀況很像2000年的 那個.com Internet的狂潮 就那個時候人類社會 想像Internet的世界 有一些都還是在想像中 還沒有辦法落實 可是呢 隨著科技軟硬體的進步 手機的普及 剛剛講到5G 傳輸進步 然後有了現在的Internet的世界 可是將來的元宇宙 可能聲音影像畫面 虛擬貨幣 它都是全方位的 那它就是真的另外一個世界 對完全另外一個世界 寫漏的人類 寫漏模糊的寫漏 但是那個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對對 你現實世界不滿足 沒選上 你就可以去心理世界選 去選元宇宙的做主 你可以在裡面選 那這個部分我們覺得虛擬世界 第一個它現在呢 主要可能會看 從VR AR的眼鏡 不過這個戴得很麻煩 所以Apple將來是直接這種眼鏡 這個戴 這個就會很厲害的 那麼我們來講 將來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我覺得前向投影 將來你可以看到那個人就在這裡 這個除了你虛擬以外 實際上商業用途 將來遠端開會 現在遠端開會 你那個視訊 你看起來 品質很差 很差對不對 你將來你可以自己人扮演 進去裡面 大家還可以寒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